每年的春晚可以说是一年之中作为豪华的大新晚会 所以受到的关注度可想而知 就在1月11日北京卫视春晚举行发布会 正式官宣了今年春晚的代言人迪丽热巴和王源 帅哥美女一出场就引发全场尖叫 大家纷纷拿出手中的手机相机一顿拍拍拍 白色针织开山 搭配蓝色牛仔裤 再加上双马尾造型 迪丽热巴真的是俏皮又灵动 而同台的王源身穿拼色夹克外套搭配白天黑裤 清爽又帅气 两人同胖一个笑容满面一个安静如雅 这画面简直不要太养眼 是不是和小便一样 已经迫不及待他们在春晚上的表演了 我今年会以一个跟以往不同的形式登上我们北京台的春晚 我今年是跟一位前队带来一首非常好听温暖有力量的歌曲 当天迪丽热巴和王源出了分享 他们对北京卫视春晚的印象 还担任了新闻主播做了美食 一起来看看主播迪丽热巴和主播王源的表现 各位观众下午好 今天是2021年1月11日农历11月28 这次北京台春晚期来报道的主要内容有寒潮来袭 今年冬天成为21世纪以来最冷的冬天 2021年北京台春晚家庭彩排 立正为大家献上精美的春节大餐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不仅不缺唱还相当有范儿 看来两位也是做了不少准备工作呢 做主播有仁有余 做饭那也是让人大吃一惊呢 瞅瞅着拉面的姿势一出手就知道是练过的